吉安相立图书馆为了推广多元阅读 也让青少年体验不同的人生路程 特别邀请到了人气作家林品睿走进校园 透过了人生故事的演讲 除了是让全场师生和家长们充满了感动 也带给换人国中学生省事与启发 知名作家林品睿曾在殡仪馆工作多年 从接体员到火葬场寄工 以自身的力量走出黑暗谷底 转换自我经验累积造就成为人气作家 近几年来接续出版四本长销书籍 走过的心路历程也凸显为青少年的创始典范 这次吉安相途走入了华人国中的一个校园里面 跟孩子共起学习不一样的一个内容以外 更要开启课本里面没有的思维 我们相信孩子是可硕性 极高的一个生命色彩 因此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思考氛围 更多的内容的益助 创造出他们更多元的 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生活的一个愿景 跟自我的挑战 吉安相立图书馆为了推广多元阅读 也让青少年体验不同的人生路程 特别办理与大师有约讲座 邀请作家走进校园 透过人生故事的演讲 用故事叙说方式带动阅读 激发学生应变思考能力 记者 徐立青 吉安相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